HELLO 大家好,我是Heidi 有沒有發現有一種挑戰? 我一直以來都沒有拍過 因為我真的不敢挑戰 就是這個10分鐘化妝的挑戰 自問不是一個特別快化妝的人 平時最快都要20分鐘才化好妝 但適合現在真的在家裡沒有工作 不如就來一個挑戰 反正如果失敗了,還是留在家裡 我已經塗了少許潤唇膏 做了Skin Care 和帶了抗霜 所以算是偷培了少許 然後我已經將要用的化妝品 全部放在桌面 免得大家看到我掃眼那麼久 我們現在就開始設定時間 好緊張 開始 我用了10秒鐘看著鏡頭 拍到我自己 我已經沒了10秒了 好,我們現在遮掃眼 都是... 都是恆常的一些步驟 其實今天不會說我化什麼妝 都是鬥快的 好緊張,好緊張 接著就化這個粉底 這一款呢 是很久沒用過的XL粉底 因為我覺得很適合現在的天氣 它是乾爽 但是又不會說在乾燥天氣裡 令到我起紋 我已經不理會白不白 最緊要快快快 好白啊,怎麼辦 好緊張 我們一會兒打分音影 我現在好像鬼啊 接著放眼袋 8分鐘了 8分鐘了 好緊張 可以的可以的 超像鬼啊 我會不會變成笑片呢 這個挑戰 好,完成 接著加水粉 我的鬥快之餘有一點點質感 這個妝是不可以實力的 我掉了一塊鏡了 手忙腳亂 好,接著滑眉 滑眉,滑好 咦,我的眉莊呢 在這裡 快快快 接著就打鼻影的那支筍 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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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去吧 這個對著鏡頭也做到 沒問題啊 做成6分鐘 好,眼影 我用Excel這個四色眼影 手指 是不是淺色的 我對於發眼睛 反而有一點點 的信心啊 我最大的 失誤應該是在Mascara那裡 因為Mascara是我用最多時間的一件 接著就畫這個眼線 眼線我是畫得很快的 因為我的手已經練到超定了 這個東西是沒有技巧 是你每天畫 每天都畫 每天都畫呢 你就可以每天都畫到這麼頂 接著深啡色 我們用海綿棒 它是最快可以 滑開眼線的工具 我還有四分鐘了 好,我們再加一些 閃閃的眼影 我講了這陣子 我三分鐘 我一定要用它 我不能 沒有這個 妝是 立即高質 三分幾鐘 我開不到 手在震 我看到自己的鏡子 瘋狂的震 我拍這些挑戰 剩下三分鐘 不是的 我覺得完成了Mascara這部分 三分鐘是夠的 好 接著我們打陰影 剛才這個那麼白的話 打陰影就可以讓它自然一點 希望臉不會那麼白 還有兩分多鐘夠了 那次沒問題 對 那次 但其實我的妝很淡 不過可以外出 比剛才素環 我覺得自己好很多 接著到胭脂 我們化一個橙色 粉橙色的胭脂 因為這些是最不容易死的 最容易配襯 不會失手的 還有兩分鐘 這個是之前Bobby Brown 我也忘記什麼時候買了 一分四十多秒 現在還有 有時間看看這件 看看那件 塗是不是唇膏 好 我們試試塗 CAMIC 04號色 完全沒有難度 化完啦 沒問題 我先把頭髮拆出來 我不知道它夠彎了嗎 眼睛也有一點 這個 這個我今早 10點 10點 夾的一個頭 不是 紮的一個頭 現在是下午2點 4個小時就有 微軟 哇 OK啊 Easy 好 看看時間 我們還有 20秒 很靜 好 帶大家出去陽光底下 看看我的妝容 我們有自然光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覺得挺完整 沒什麼可以挑剔的了 粉底方面 其實遮瑕不是太足夠的 會看到燒毛孔 然後 膚色 還可以 剛剛均勻 因為我用了一個 濕了的美妝蛋 其實它會偷薄了 我的遮瑕度 但是我覺得 OK啊 接受到 鼻子的泛紅位 還有一點點 未遮瑕 因為這兩天有鼻子敏感 然後胭脂 光影 沒問題啊 有時間弄了陰影 找回唇線 嘴的時候 因為CAMEC 這個簡直是 懶人 專用的唇膏 一塗上去就上色 唇形也不會 很不漂亮 或者要用手指推得很厲害 所以 我覺得自己是成功的 不過頭髮應該紮得不夠久 起碼要六個小時以上 它就會做到一種 復古很漂亮 好像人家真的用捲髮棒捲的 一個S型頭 但現在暫時 尚未承認 有一點點 差距距距距 但是我覺得 嘩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因為我本身是沒有想過 自己十分鐘之內 再做到一個傳妝 一個出道街的傳妝 滿意 整件事是滿意的 因為最近我都沒什麼外出 所以 沒有可能拍Vlog 或者買不到一些很新奇有趣的東西 給大家看 所以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影片 大家是有興趣 而我能力上又可以做得到的 除了接下來 我買了一些台灣的衣服 因為都換季 但是還在等 所以開箱的影片 就要多一點時間 希望大家也很期待一下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影片 星期六更是七點 以及星期日更是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